朋友们,大家好啊,这期我们见面了 这段时间就是很多咱们朋友们咨询 冬季咱们种植这个番茄草莓 那么这个冲肥以后啊 那么冲肥量也不小 为什么就是感觉这个不见长呢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啊 释入了很多的这个肥料 但是呢,效果特别慢 实际上啊,从这个冬季来讲啊 尤其是这段时间这个大降温 那么这个温度特别低的话呢 大家知道啊,一般的咱们的这个作物 您比如像这个草莓啊,番茄 根系这个温度啊 它最少呢,要达到8到10度 它才能够进行正常的一个生长 也就是这个肥料啊 它才能够进行正常的这个吸收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低温的一个条件下啊 咱们朋友们释入这个肥料以后呢 这个发挥的这个效果呢,就慢啊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就是很大一部分呢 就造成这个损失了 所以说呢,建议在冬季的时候啊 第一个棚内的夹盖 二毛三毛四毛 或者说是用酒精炉啊 或者是增温块啊 去进行增温 这些辅助措施之外呢 也就是说咱们在冬季施肥的时候啊 你最好呢,使用这个温水去进行这个追肥 这个效果呢,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